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又来收听我们《芒向编辑部》的YouTube频道 录的时间是2020年12月13日,首先这里有写中雷汶汪 大家好 澳洲珍BC 你好,我好,大家好,才是珍迪河 纽西兰的二德台仰 大家好,各位早晨 还有我家产生的,大家好 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除了去大台《芒向编辑部》 还可以去二台正向报、三台沙冷气点赞、分享和订阅 将这个齐抗疫、拼、经济、反揽炒的信息传扬出去 来到这个地步,已经19事件差不多到中国了 这个疫苗已经出现了 香港政府在昨天11号,即是前日 大家说,前日11号公布就会有两款疫苗 在夏年春天就抵港 其中一款就是由辉瑞 BioNTech和復星医药 所做出来的疫苗 然后没多久政府的新闻稿 就说疫苗是由復星和BioNTech 合作研发 辉瑞就是一个合作伙伴 于是所有人,就是那些黄人 那些立刻说,会不会这个东西是中国内地生产的呢 这样说 于是政府立刻回复 他们就说 这种BioNTech和復星合作 是合作研发 所有的东西是由BioNTech在欧洲生产的 復星也都是负责的数据方面的 其实全世界的药厂是互相合作去做19疫苗 人类命运共同体 是的 是的 那么现在呢 于是就有人就说了 喂你要零下70度 你那只疫苗 因为辉瑞大家都知道零下70度 才可以冷藏 去维持的 于是就有 这个復星医药就说了 这个疫苗呢 就会是放在一个可以控制温度和全球 定位系统的 运输 冷藏装置里面 你用干冰 来维持在这个零下70度以下的 然后会立即摆入个 特别制的雪櫃那里 就用了所有的方法 就去 根据程序就运到医院等等的地方 来做的 是非常之严谨 这样 但是 就是 就是 当他这些说完之后呢 就是有很多人在这个Facebook啊 传媒啊 等等的地方 就开始说了 说哇 很危险啊 等等 怎样怎样 就是这样在那里说 首先我们说一下 就是 有份报纸啊 《动防日报》 就找了一位 呼吸系统专科医生在那里说 就 说阿里斯康和豪津大学 那个研发的 就比较低啊 就是 就是总之 那个保护率 就只有 牛津大学那个有70% 其他两种的加起来是90% 那么 就是 比我 我都不会那么急去做啦 这样讲的类似这样的说话 那叫他不要打 是 他不要打了 还有讲个 例子给大家听先 其实 就是大家小时候应该打个卡戒苗 就是这个是防废结核的 那其实那个有效率是六成左右的 卡戒苗是 嗯 那个现实就是 那个现实就是这样 但是你都要照打的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六成都比没有好 这个是现实的情况来的 那么当然有些人就说你 这个不行 那样不行 现在就是在谈疫苗 其实 又是一些反政府的人呢 跟那些阴谋量者 糾合了在一起 嗯 就是 政府说怎么样就怎么样 其实很简单 你做信民有多难 在这些这样的疫情面前 你做过信民有多难呢 以前都是这样的啦 疫苗你去到说 他哪一种疫苗 他不会 给你指定哪一个药厂的 你都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 打在你身上的 是啊 你打的时候都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 正常来说是 那当然啊 除非你自费去打啦 就是譬如你自愿打的 那些你可以说指定要什么牌子 是不是呢 但是 你要怎么说啊 现在在那儿骂政府那些人 又是要破坏这个特区政府的管治威信 因为没有意义的 这样骂法是 你在内地 你在内地可不可以自己选打哪一种 当然没有啦 就是我不是说没得选择 就是你香港的情况 不是完全没得选择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早来的那些呢 就是中国制造嘛 我们讲过了 解释过 那么你 你不喜欢打 最初你就选择 不要打咯 是吧 没有人让你打 你不打 不过你不打呢 你的人生自由呢 应该相对受到限制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 就是 这些 这些人不要说侵犯人权哦 在澳洲都是这样的哦 如果那些小朋友呢 就是打针打不齐的话呢 他托儿所是一元张帖都没有的 或者托儿所是不会收他的 是的 就是他们有 当然有些不喜欢打针的那些人 他自己开了托儿所 你可以不打针都来啦 但是那些托儿所一元张帖都没有的 那么 正常小朋友当然要打啦 嗯 你没理由说 喂 小儿麻痹症 不要紧 我给他麻痹一下 这样 蛤 可以这样的 喂有些anti-vax的那些人是这么说的 就是反对疫苗的那些人是这么说的 喂小儿麻痹症又怎样啊 怕什么啊 没什么的 是的 你就自己麻痹一下咯 这些anti-vax的这些说话 是很过分的 之前有某歌星啊 都是这么说的啊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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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也认识一些反对疫苗的人 我都跟他说 喂你这样搞 你不要拿我小孩的病去搞飞 那个风险 其实就是 你说有副作用的风险 我跟他说副作用的风险很低 你没有看过那些数据 就是那个风险那么低的时候 你竟然说他避了这一样东西不去打 跟着呢 你跟他说 叫他买保险啦 就是帮个小孩买一份保险 他就跟你说 你风险很低就没事的 其实这个 根本他 那个思维是没有连贯性的 这些人的思维是完全没有连贯性的 所以我看到他都少他努保的 现在 一见他就少他努保 你不懂的了 哦 总之就是有小孩都说 哎 不需要打的 喂大哥 你这个小孩不懂而已 你作为一个成年人 你都要告诉他这一样东西 就是根据科学来讲是有用的 而且 过去 几十年 就是为什么人类的人口膨胀 这么厉害 某程度上就是因为 有些 这些严重疾病是疫苗是帮助你预防了 当然不是全部都是疫苗的功劳 就是你清洁的食物和水 这个是最重要的 就是你城市的卫生系统 但是 只是单纯是城市的卫生系统 并不足以令到人类 有今天 就是 都算是挺好的日子过 嗯 还有一件事就是 你那个大规模接种一些疫苗 你记不记得 就是以前呢 也有些人呢 就 有些残疾的 就好像O仔 多一条病 那样的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小时候 就是没有打这个小疑麻痹疫苗 一麻痹就整个小疑麻痹的了 你是不是想O仔做Q仔 你一个个都 多一条病啊 多一支拐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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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要这样呢 那些人根本上是 就是现在是 我想很多人都不知道 究竟小疑麻痹症 是多么危险 只是听了某些阴谋论 就说 这种疫苗啊 会搞到人啊 那样那样啊 有很多以后为症的 所以就怕了疫苗了 这类人真的没有常识的 还有没有常识的人 没有常识的人不要紧了 最惨的就是一个出名的人 是没有常识的 之后呢 将他信的东西周围传 在美国很多这些混蛋 他说 哎呀我儿子就是因为打了疫苗 就有这个自闭症了 神经病 没有关系的 接着就将这个东西扯下去 哎呀因为疫苗里面有 就是 有水银成份 那样 那其实就是 在丹麦 就有些数据说过 就是丹麦其实那些疫苗呢 被小孩打的全部 没有了那些 水银成份的了 那过去是用了20年去 就是收集数据的 那在这20年里面呢 虽然疫苗 是没有了水银 但是呢 实际报出来的 就是有事弊症的小朋友呢 那个数量是多过之前的 嗯 那如果你信科学的话 你就会知道 其实就是 就是有没有水银 是没有关系的 是的 还有水银 就是水银那个成份 我们之前有一节节目讲过的了 那 是用来 防止那些煤菌生长的 因为那些煤菌呢 是会引致毒血病的 嗯 你毒血病的更大事 就是会败血的 会弄到你 基本上会死死的人 那你究竟要 就是你究竟 就是你究竟 就是这个世界就是 你不会 没有一样东西是完全没有风险的 但是你要 你要 就是去管理这个风险 是不是 就是你有病是一个风险 你打疫苗 都有风险 但是你打疫苗的风险 相对比 惹到病的风险 低很多 很少 不可以 那后果的问题 就是 可能有 什么的 有那些副作用 副作用可能发烧 头痛 就是打完那些 就是感冒疫苗 都有些人 有这样的反应 但是你说 发烧 发几个小时好 还是 感冒两个星期好 就是流感 你自己计一计数 流感的病发症 还会是 比如举个例子 就是肺炎那些 肺炎老人家是会死人的 那你拼不拼这一样东西 你说我没所谓 死就死了 肺炎就肺炎 吹得我脏 那行 你很好 非常好 你自己拼 不要要求所有人陪你一起拼 是啊 而最黑人憎的就是 就是说回现在这个疫苗事件 嗯 嗯 刚才说完 动防引述 就是他 他说 喂你现在用 这个牛津大学 那个要打两剂 都要想过才打不打 那已经是比较黑人争 那另一个呢 就是这个中文大学 医学与 那位许树昌教授 啊 啊 在这个电台节目就说 就在那里乱说 啊 开头呢 他就会说 开头他乱这么说 啊 哇 疫苗呢 在内地生产的 是由复昌生产的 复昌是主要做物流的 等政府说了之后 他立刻更正 但是他已经在电台上 做了 说了这些miss information的东西 那位许树昌先生 就是 就是他们是 知不知道的就乱这么说 是要降低那些人 相信疫苗效用的 哎 中国仔做的一定有问题的 嗯 喂 不要用啊 政府给你的一定是吃货 喂 你算怎样啊 你用不用当众 整份报纸道歉啊 那么紧要的东西 你是一个专家来的哦 为什么你会说这样的东西呢 啊 就是 就是现在是 就是疫苗说 可以有得打了 那你们这帮人 现在就硬是就是 要将 整件事 说到是说 不要来打 不要来打 那好在 陈肇始呢 局长呢 就在那里说了 啊 他说 知道市民对于疫苗 很有疑虑 但是任何疫苗 流感密疗都好 市民都会有些信心问题 不知道有没有效 那么所以 啊 他 啊 啊 政府理解有关情况 会尽量公开透明 多做公众教育 啊 如果 有需要的话 政府 官员 会 我们会先打疫苗的 绝对 没有问题 啊 这样说 那就好了 是啊 其实现在整件事就是 喂 那些人来打疫苗 嫌三嫌四 又说这只不打 那只不打 甚至就 误到那些市民 说 哎呀这只疫苗啊 内地制的 就是叫人说 哎呀内地制 不要信了 搞这些东西 你们究竟有没有 将香港摆在心的呢 或者是你们自己 哎 我们的政治利益 政治党派 重要些 所以要不停地将 将整 就是你不要管啊 人家 你估 你估你去扒房吃饭 我要五成熟 啊 我要Angus Spieth 是吧 还是要这个T-Bone 不是啊 啊 陈兆史他说 实在实在这样说 政府官员 带头打疫苗 是绝对没有问题 那 说得出 我相信他一定做得到的 那他这么 敢这样说呢 我相信他自己本身 都对疫苗很有信心的 而且 当 就是 到他到时 啊 真是这样做的时候呢 也都可以 釋除 公众的疑虑啦 最好是打的时候 做直播呢 但是我觉得可能 有一份报纸 不会放过他咯 报纸一定有 一定有报纸 不会放过他的 但是他现在 他敢这样做这个动作呢 那也都是 一枝强心针来的 对社会来说 对吧 对吧 事实上呢 很多人都是 都是看着政府的嘛 就是 如果连政府的高官 都不敢打的话 喂 那其实就 变成了公众的疑虑 就变成了 不是 就是不是 不是有错的了 对不对 但是如果 他见到那群高官 齐齐排队打的话 那就没理由不去啦 自己都 是 我比较伤心 我见到 黄仁已经有些在说 哇 中国内地那只 我不要打 但是 我看一些 一些 page 建设派的 page 男人 page 都竟然就说 哇 那只打完会有副作用 哎呀 我不想叫 我只打中国那只 我不要打其他牌子 又可以选择的吗 其实现在当时 我们不可以说 打什么牌子 或者只选择什么牌子 总之政府怎么安排 就怎么安排 就是 我们没有任何一个牌子 但是 我觉得可能中国的 就 so far来说 好像 暴露出来的 缺点少一点 就是看上去是这样 就是 我们就 没有任何 偏颇 总之政府说 怎样就怎样 就是这么简单 是啊 就是政府要 就是不同的 source 拿呢 都是保障 究竟 就是保障 供应稳定 就不是说 一定要 买某个国家的 才行 就不是的 它是 从几个不同的 source 不同的源头 去拿货 总之 这只没有货 另一只要顶上 就是要 目的就是在短时间 有足够的供应 还有可以快快 脆脆的打光它 现在最重要是社会服尚 你们大家很想继续封 老实说 搞到夏年聖诞 不要这样 不要去跳舞 是啊 不要说跳舞 你想堂食嘛 那就快快手手打 打完你可以堂食 打完之 加拿大就想着 大家打完之后 就会有张纸 有张证明你是打了 然后呢 就可以去看电影 吃饭 嘟了那张纸 卡的那张纸 搞定 当然啦 仍然要戴口罩 social distancing 就是这些基本东西 勤洗手 这些大家都要做 但是 已经是可以有 好的保障 开个市 大家开开心心就可以了 为什么肯定就是要在那儿 在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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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呀 又说一样又说那样 合作少少 社会是大家共同的社会 不是你某一种人的政治立场的社会 我们这群人才是这个社会的人 不是这样的 是大家是不同的 总之就是听政府安排 就是这么简单 不要说那么多 什么牌子都不要紧要的 我觉得最重要使社会快点回复回正常 是吧 没错 当前的敌人只有一个就是病毒 打下这个病毒 重新开市 有什么恩恩怨怨 之后再算啦 真是 好 今次节目时间差不多 好 多谢大家 拜拜